filter等于true的话 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就是会有一个 这个这个 filter item 但是问题啊 这个filter item名称呢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地方啊这个playholder如果你喜欢改成什么最喜欢 最喜欢比如最喜欢的项目之类的话就打哪个字 OK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喔 再把它 最pressholder 我再把它重整一下把safe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再来看一下 一样会有一个 最喜欢的项目 这 Datafilter pressholder最喜欢的项目 这个地方没变更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还是说一定要在浏览器中预览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就是会有 两个属性标签一个是 可不可以做那个 比如说你有大量的清单你要做查询 你可以在这边改成true 第二个是说预设这个是预设的 项目显示出来的OK 那这里的话想各位先试试看 这边的话刚刚就是说 你会发现游标如果放 放在我好像放在那个content里面 所以他这个地方 就会把它放在上面 刚好 其实 其实我建议各位 将来还是要看一下城市嘛 你把它搬下来就可以了 就是位置上这个地方 不是在什么呢 Data rule 这个等于content里面 而是一定要放在 这个 ul后面 后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看一下 基本上做出来效果就像这样 类似像这样 你把它点击之后的话 Pressholder就不见了 如果你打几个字上去了 比如说你打那个万华区 比如说你打万华 有没有你打个万有没有万就出来了就只会一个而已 这个方式还蛮好用尤其你资料量大的时候没有就可以做什么做查询 比如手机上也是一样你有大量的清单 可是你从头找到尾行浪费时间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来做OK 画面的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就是一个就是在清单如何做搜寻